早上,各位领导来宾,各位是音载上的朋友,时间可能有点长了。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《VR动作的新名声》。 首先,我介绍一下我们郭北电器的一个情况。 郭北电器在我们创始人黄光一先生的领导下,1987年建立。 我们刚刚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。 现在在全国有一千七百多亚门店,变过了成中国五百多个城市。 除了西藏外,还有变过的城市。 经过这近十年的努力,郭北电器在原有线下的零售基础上, 我们又建立了互联网码块,智能制造,还有医疗健康,金融等新的码块。 所以郭北电器已经成为一个多月化发展的大型的产品。 这几年,我们实际上也在逐步打造我们自己的科技能力。 主要是为了,大家知道现在是在互联网发展的这个信息、科技, 包括新的一些技术的推动了零售的变化。 所以我们实际上主要的告诉我们自己。 我们建设国内的研究院,主要是在我们未来, 就是在人物智能,在天机视觉,在区块链,在互联网方面。 我们希望能够投入战略上的力量,和国内国际一流的研究单位, 以及院校成立研究室和实验室。 我们一块儿同工来去研究研究,探讨一些特别。 那结合互联网的情况,我们也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团队。 我们会在整个生态范围内, 动作我们自己,基于我们自己的安全体系, 从底下到上海。 特别是现在移动和互联网。 大家都知道这个安全的条件还是这样大的。 那在日上,我们也会有三个能力的平台, 就是我们的云计算平台, 还有大树运带以及人工智能平台。 虽然现在就是人工智能可能在发展功能当中, 是现在很多新的名词, 新的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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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深度学习和智能体系。 但实际上在日常工作当中, 它可能落地的东西, 也能够更实际。 我们实际上在人工智能在, 包括推荐,包括用户化学的分析, 包括我们智能的, 就更服务, 还能做了很多的尝试。 这是刚刚的一个曲线, 就是零售现在, 新零售的一些新的技术。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, 随着互联网技术, 新的零售实际上, 呃, 比, 普通的用户提供了很多, 数字方面的实践。 所以新的零售可能要求, 用户在, 数字体验方面应该做得更好。 过去我们可能是, 网上浏览, 我们的用户和我们的商品数据, 或者是我们, 想要访问的信息, 数据这样的对接。 那实际上未来呢, 可能我们会需要很多, 虚拟化, 虚拟和真实场景的对接。 这是我们今天拿的为二续统。 所以, 基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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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界的智能的虚拟商店, 可能会是我们的一个, 一个能力。 另外就是我们, 把服务化, 就是现在我们实际上要把, 呃, 呃, 变商, 呃, 虚拟环境的这个, 这个,这个,这个, 这个, 的探索, 和我们真实的这个, 门店场所, 以及我们服务的能力。 对起来。